保羅達提多書 第一章 為提多祝福 上帝的伯人 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 憑著上帝選民的信心 與敬虔真理的知識 盼望那無謊言的上帝 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到了日期 藉著全洋的功夫 把他的道顯明了 這全洋的責任 是按著上帝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 現在寫信給提多 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 作我真而止的 願因為平安 從父上帝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 論監督當如何為人 我從前留你在隔離底 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設立長老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兒女也是信主的 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 就可以設立 監督既是上帝的管家 必須無可指責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之事 不打人 不貪無義之財 樂意接待遠人 耗善 莊重 公平 聖結 致詞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 就能將純正的教訓 勸化人 又能把爭辯的人搏倒了 當斥責全義教者 因為有許多人 不服約束 說虛空話 欺控人 哪奉割禮的 更是這樣 這些人的口總要堵住 他們因貪不義之財 將不該教導的 教導人 敗壞人的全家 有格理底人中的一個本地仙之說 格理底人常說謊話 乃是惡壽 又慘 又懶 此個見證是真的 所以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 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存無恥 不聽猶太人 荒妙的言語 和離棄真道之人的戒命 再潔淨者 凡物都潔淨 再潔淨的人 凡物都潔淨 再污謂不信的人 什麼都不潔淨 連心底和天良 也都污謂了 他們說 是認識上帝 行事 卻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悟的 是撥益的 在各樣善事上 是可廢棄的 第二章 當如何規勸老幼男女和伯人 但你所講的 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 勸老年人 要有節制 端葬 自首 在信心 愛心 忍耐上 都要純存無恥 又勸老年婦人 舉止行動要恭敬 不說殘言 不吸酒作奴博 用善道教訓人 好指教少年婦人 愛丈夫 愛兒女 謹守 精潔 料理家務 待人有恩 信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上帝的道理 被毀旁 又勸少年人 要謹守 你自己凡事 要顯出善行的榜樣 在教訓上 要正直 端葬 言語純存 無可指責 叫那反對的人 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 便自覺羞愧 勸獨人 要順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討他的喜歡 不可頂葬他 不可施拿東西 要顯為忠誠 以至凡事尊榮我們救主上帝的道 因為上帝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教訓我們 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 在今世自首 公義 敬虔道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最大的上帝 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救主寫記的緣故 他為我們寫了自己 要屬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潔淨我們 特作自己的子民 熱心為善 這些事 你要講明 勸戒人 用各等權並責備人 不可叫人輕看你 第三章 當信服掌權者 你要提醒眾人 叫他們順服作觀的 掌權的 遵他的命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不要委傍 不要增敬 總要和平 向眾人大顯溫柔 我們從前也是無知 撥憶 受迷惑 服侍各樣私慾和宴樂 常存惡毒 疾度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傷恨 但到了上帝我們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思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他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意 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生 聖靈就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 我們救主 厚厚囂貫在我們身上的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 得清為義 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 成為後治 信徒當作正經事業 這話是可信的 我也願你把這些事 切切實實的講明 使哪些以信上帝的人 留心作正經事業 這都是美事 並且與人有益 要遠備無知的辯論 和家譜的空談 以及紛爭 並因律法而起的增徑 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益的 分門結黨的人 警戒過一兩次 就要棄絕他 因為知道這等人 已經背道 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還是去作 我打法 阿提馬 或是推機鼓 到你那裡去的時候 你要趕緊往尼哥波立去見我 因為我已經定義在那裡過冬 你要趕緊給律師 西納和阿波羅送行 叫他們沒有缺乏 並且我們的人 要學習正經事業 預備所需用的 免得不結果子 同我在一處的人 都問你安 請代問那些因有信心 愛我們的人安 願因為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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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